台南发生了震惊社会的杀紧命案 嫌犯在逃亡十几小时之后终于落网 而这名凶贤是明德外溢间的逃犯林信吴 他非常的狡猾 在逃亡的整个过程当中 总共是转了七趟车 换了六种的交通工具 最后在新竹遭到逮捕 而现在他的逃亡路线也曝光了 犯之后他先是把这个脏车给丢弃 搭乘了计程车又转了公车还有火车 最后是搭乘客域北上 主机遍及了台南高雄还有新竹 企图要制造断点 而嫌犯路网之后工程说 逃亡是漫无目标 只要离开台南就好 远警贺枪时代埋伏 凌晨四点三十六分 客运一到上前围捕 警方大阵仗将人压制 爬在地上他就是杀警嫌犯 他肯定有上堂 小心小心小心 包包里搜出抢走的警枪已经上堂 逃亡路从南往北窜 凶险是外衣间逃犯 22号警方查张车时 涉嫌袭警杀害 办案后骑张车逃逸 先到附近的高中汽车 还变装 跟着搭计程车到赤坎楼 今晚货报地毯是搜索 但叫华的嫌犯换搭公车逃到东区 在市立医院下车后又搭计程车到火车站 换火车到新盈 在新盈偷车后抢超商 拿着抢来的警枪要挟电源交钱 抽了跑路费出现在白牌车行 搭白牌车跨县市逃到高雄 最后转客运到更远的新竹 交通工具一变再变制造断点 南北窜逃与警斗志 但警方早就跟各单位配格抓到他 逃亡路漫无目的 17个小时落网 连同警枪18颗子弹全数找回 警方不到一天破案却不见喜悦 两名同仁殉职代价太沉重 记者综合报道 整起事件的事发经过到底是什么 根据了嫌犯的公词 案发前林姓忠贤说他独自一个人在公墓喝酒 当时图信远警一听说有人偷车 立刻跟曹信远警前往查庆 那么图信远警下车搜索时 看到了嫌犯立刻是喷洒辣椒水 随后开枪警告 林姓忠贤情绪突然失控 石刀攻击 而曹信远警见状 疑似要打算开车冲撞来制止 嫌犯就吵了警车连开六腔 最后曹信远警也不幸于乃 乐住远警图名城 嫌犯林姓吴抢过警枪朝警车射击 专案小组根据行车记录器影像 研判嫌犯当下 就要威胁开车前来的远警曹瑞杰 一位同仁先下去找 那另外一位同仁他就驾驶巡逻车 会合的时候已经看到我们不同人倒在地上了 原来稍早前嫌犯林姓吴一人独自在公墓喝酒 当时在派出所背勤的图名城 一听说有嫌犯偷车以及张车足迹 立刻跟交通机察执行的曹瑞杰一同前往查契 由于当地是墓地小鹿 据了解图名城第一时间没看到嫌犯 因此下车步行搜寻 而曹瑞杰则开警车寻找 没想到图名城跟嫌犯一碰面 双方展开搏斗 赫令他放下导致他不从 我们的同仁就用我们的辣椒水 那嫌犯的眼睛因为辣椒水的刺激 一时疯狂的扑向我们同仁 让我们同仁警告式的开了一枪 造成嫌犯疯狂的刺杀了我们的同仁 远景图名城先是喷辣椒水 所有开墙示警却仍遭嫌犯攻击 接着曹瑞杰赶到 眼看同事奄奄一席 依次打算开车冲撞 眼看嫌犯朝警车连开六枪 其中四枪还射中警车右前门与车窗 曹瑞杰最终也不幸遭杀害 他开完枪之后他又偏向这个山边 是有这个迹象 案发地点招魂场面哀期 远景家属悲痛万分 至于同一时间 检方也对殉职远景进行相验 只是远景就为追查逃犯 维护社会治安 却不幸遭攻击致死 歹徒冷血行径 人生共愤 接着谈谈众报道 而犯下这一起杀警命案的林姓吴 他的背景也曝光了 根据了解8B13号 他向明德万一间申请收假回家 15号下午必须要返回 甚至在反监前上午十点钟 还有致电给万一间 以及告知家人 但没有想到 只是未归酿下的大祸 而他自身是宪兵退伍 曾经当过了七节公 跟前妻还有现任女友 育有四名子女 三年前曾经持枪抢过超商 这回犯下了杀警案 手法跟三年前的一模一样 低头不发一语 被驾着走进警局 凶险林姓吴残忍犯下台南杀警案 令人不寒而栗 他在犯案后竟然持警枪 抢夺超商 22日11点41分 林姓吴头戴安全帽 借着买烟拿紧枪指向柜台人员 把抢来的七千多元收紧口袋 骑车离开 之后汽车徒步逃逸 犯案手法和三年前一模一样 当时他丢了清洁工的工作 加上女友怀孕 假借买烟持空气枪 抢夺两间超商 得收两万六千多元 犯案被逮后 必须入肩服刑七年十个月 13日当天申请返家 本该在15日下午两点收假 没想到迟迟未归 我有规定他要回来前 要先打个电话回来 他有打算回来说 他要回来了 大概是这样子 十点前后 其实他是有打算回来 那他是要几点爆炸 他是当天下午两点要爆炸 服刑期间表现良好 甚至返监前上午十点 也有致电外衣间 以及高支家人 怎料没有回去 住下答错 事实上林姓吴家庭背景 也令人相当震撼 他和前妻育有三名子女 有前妻抚养 交了女友后再生一个女儿 母亲则因为同居人 不断开口借钱 以请别恋 引爆杀机 奋而持刀攻击同居人 逃亡九年才落网 林姓吴杀警量过在先 行抢超商在后 如今就算落网 失去的生命 却再也还不回 记者台南组合报道 林姓凶贤犯案之后 企图要制造断点 清晨从高雄搭乘了 核心客运到新竹 但他的行踪早就被警方给掌握 近百名警力在凶贤抵达之前 埋伏在客运站的附近 如今客运的行车记录器画面 也曝光了 凶贤下车之后 立刻被远景压制在地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警方还确定了客运车门 关起来之后才上前歹人 林姓凶贤逃逸搭乘的客运 抵达新竹 人下车后慢慢走上人行道 下一秒一旁的黑色休旅车 跑出多名远景 四面八方也顿时涌现 大批警力 凶贤瞬间被压制在地 台湾没想到 自己的行踪早就被掌握 时间到转到凌晨 林姓凶贤犯案后 最后从高雄转搭到 台北的核心客运 全车连通司机一共12人 只有凶贤一人 在新竹下车 警方掌握情资 派出近百名的警力 在客运抵达新竹后 紧紧尾随 最终顺利在客运停车时 成功逮人 等他下车 车门关上以后 再来逮捕 如果没有关上车门 万一他冲到车上去 再夹此人子 又延伸另外一个案件出来 经过一天的逃亡 凌晨4点36分 嫌犯落网 背上手铐脚撩低 头部发一语 在大批警力介护下 慢慢步上警车 结束短暂的逃亡生涯 记者中的报道